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iew.js第21期 今天咱们的主题就是 大家请看 表单的下拉框 最近几期咱们学了文本框 单选框 复选框 今天咱们学习下拉框 下拉框或者也叫做dropdownbox 一回事 在这个html里面叫做select 应该是一个空间 好 咱们看 今天知识人就两个 一个是咱们学了好几期的viewmodel 一个是select 就是咱们这次的下拉框的标记 好 咱们先少叙 马上看一下今天的例子 非常的简单 今天的例子 我给大家出了两个选择框 这个不要选择框了 这个叫下拉框 第一个就是说 你喜欢的NBA的球星是谁 这两天我不也在玩NBA 2K17吗 所以咱们再做一个NBA的话题 球星是谁 我这列出了五个球星 让用户选择 接下来我的全明星是谁 在这个地方 我给出了一些个NBA的球员 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组合 选出您心中的全明星 就这么个例子 这个非常好的演示了下拉框是如何的使用 咱们先看 第一个 选择我的NBA的球星 用到了是Select的标记 然后紧跟着跟一个Model绑定谁 看Like的NBA4R 就是说 我喜欢的NBA的球星 是谁呢 不是 是谁 一会来说 咱们看一下 这个变量其实就是 这个地方我也定义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字符串 我默认给它空 也无所谓 它仅仅是一个GS的变量 注意 它仅仅是一个字符串 不是数组 数组是哪个 下面 下面为什么是数组呢 注意看 我选的全明星 全明星是一个人吗 不是一个人 他五个人 对吧 所以我要通过我的下拉框 选择出五个人 那么这个地方 ViewModel它绑定的是Like的NBA 注意看 Stars 这有S 有S什么意思 复数 复数呢 意味着这是我的一个数组 注意这个问题 然后还注意 这个地方和上面不同的是 这有一个multiple 就是这个下拉框 我可以多选 这个应该是HTML的知识 不是咱们View.js的知识 在这我只是一带而过 好 这就是咱们两个下拉框的例子 然后咱们再看 我把用户所选择的结果列在了下面 我最最喜欢谁 NB的球星放在这 然后我心中的全明星是谁呢 这个数组打印在这个地方 非常的简单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的下拉框的例子 我把它拷贝过来 咱们马上运行 马上看结果 我把它拷贝到咱们的index里面来 好 咱们运行 看一下这个结果 应该也是不难 今天呢 第21课 大家请看 一上来是说 你最喜欢 这用不好 应该就是您啊 无所谓了 咱是朋友啊 你最喜欢的NB的球星是 是谁呢 我选一个啊 我先别选 注意看啊 我选完之后 它会显示在下面 我最最喜欢的是 我选谁 这样会显示它的名字 好 咱们试一下啊 比如说 我最喜欢哈登 大家请看 我这选哈登 哈登已经出现在我的下方 选择结果 我最最喜欢哈登 为什么呢 大胡子 好 接下来我的全明星是谁啊 在这儿我可以多选啊 首先 如果说呢 我什么都不按的话 我只能选一个 我的全明星阿尔德里奇 不管是谁吧 只能选一个 那么想多选该怎么办 我呢 要按住键盘上的Ctrl键 咱们试试啊 比如说 呃 呃 我看啊 咱们选那个字母歌吧 中锋 咱们选字母歌 然后呢 大钱 咱们选戴维斯 选格里芬吧 戴维斯也不错 但是戴维斯老受伤啊 然后 然后是前锋的话 小钱的话 我选詹姆斯 多兰特行也不错啊 然后德芬后卫我选哈登 最后 嗯 控球后卫我选林书 好 大家请看 我选择了五个 下面这儿呢 已经出来五个 我心中的全明星是 字母歌 格里芬 或者叫傻芬 叫傻芬不好听啊 然后是勒布朗詹姆斯 哈登 包括林书豪 好 这个就是下拉框的使用方法 我下面的这个下拉框 因为是复选嘛 所以这是一个数组 上面是单选的 所以是一个变量 好 咱们再用这个控制台看一下啊 请稍等 这个地方 咱们试试啊 打印出这两个变量 my my app.r 然后是 ca 我看啊 哦 likey的 从来啊 y也是select likey的start 哈登 没问题啊 然后是app.likey的start 加s 这就是数组嘛 非常的简单 好 今天呢 我给您分享的代码呢 就是这样 不知道您呢 听明白没有 应该不是很难 然后呢 今天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开源中国的服务器上 供您参照下载 好吧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咯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